八點檔女星陳鮮梅在昨天下午搭乘劇組的車輛時是發生了一起車禍事故 我們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當時劇組的車輛在行經路口時是準備要執行 沒想到這時對象卻有一輛黑色轎車要左轉是沒有離讓執行車 當下是高速和對方發生碰撞 車頭是幾乎全毀的帶年輕警方的最新說明 事發在28號下午3點多新北市林口 而陳鮮梅人他事後也在臉書上是驚魂未定的發文表示 當時他就坐在窗邊眼睜睜看著車輛朝他撞過來 真的是嚇了好大一跳覺得時間過得非常的漫長 好在所有人是都沒有受傷虛驚一場 相關的肇事責任警方還要持續釐清 不過警方也提醒車輛在路口處轉彎車必須得要離讓執行車 以免最高可能會吃上1800元的罰環